我剛剛有講那個世界 我的世界跟別人已經不一樣了 一分為二了 我是即將走向彼岸的 那你們還在這一岸 我們還在此岸 他們已經走向彼岸 對我們來講那個彼岸好遠喔 直到而已 但是他是已經一隻腳跨過去的 那個心情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卡拉OK阿伯 為什麼要這樣卡拉OK阿伯 因為他一直住在病房裡面 他都是躺著無洞這樣子 那有一天我們病房就是辦中秋節活動 然後我們就推就租借來那個卡OK這樣子 然後他一聽到那個音樂聲響起的那一唱啦 他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 那我們都嚇一跳 原來他 對原來他的活動力還那麼好 原來他喜歡唱歌 然後他就開始就是點了好多的歌這樣一唱 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就是生病的過程當中 他都不要他老婆離開 可是他老婆好怕他 因為年輕的時候被他怎樣 家暴啊 所以他老婆好怕他 然後他老婆只有在吃飯的時候趕快來餵他 然後餵他老婆就會到隔壁去串門子 或者就很怕 可是等到他老婆離開 他就拼命按紅燈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我們在講的 就是很多的恩怨情節 在這個時候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很害怕 他說他只要旁邊有人 而且我說那不然早看 或者是他就不要 看到怎樣自己熟悉的 他要家人 所以那個孤單感是一種 就是好想要被陪伴 然後那個陪伴是很深的 那可能唱歌可以讓他稍微暫時 可是總不能一直唱 他需要休息的時候 他需要有人在旁邊讓他安息 好 那捨不得放不下心愛的人 那我在這邊我在想 就是我們常常在最後最後的時候 病人在迷流的那個階段 有時候很辛苦 然後我們總會習慣的去問病人 就是家屬他有沒有什麼事情放不下 那我在這邊有兩個例子 先講一個五六十歲的阿姨 然後他已經迷流了 然後血壓也一直都很低 可是血壓低就一直維持著 那我們覺得對阿姨來講 就是好辛苦 也不曉得他在等什麼 所以就詢問 那後來他的家人就說 也許他在等媽媽 因為媽媽一直不知道他真正的這個病況 只知道他生病很嚴重 他沒有人想 就覺得媽媽已經九十歲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就不要讓媽媽再太傷心這樣子 可是他一直等不到媽媽的一個 一個一句話或者是怎麼樣 他放心不下媽媽 所以後來姐姐就把就是媽媽 就是帶過來這樣子 然後媽媽帶來的時候 譬如說他叫做阿芬好了 他叫阿芬 他媽媽就會說阿芬啊不要走 那我們心裡想說他就已經走不了了 來叫他不要走 那不是更難的嗎 一定會這樣 所以我就跟阿嬤講說 阿嬤我們在旁邊聊一聊這樣子 阿嬤就跟我講說 我叔叔阿嬤他現在沒辦法走掉 雖然他很捨不得 可是看他這樣子 我們也覺得好辛苦 在那邊就是很不舒服的樣子 那要不要用祝福的話去祝福他 阿嬤就說不要 他說他跟我講 他說你知道女兒就是心頭的一塊肉 他說心頭的那個九十歲的媽媽講出這句話好有力量喔 他說女兒就是天腳媽一塊肉 他說這一塊肉 怎麼樣要怎麼 叫他怎麼切啊 叫他怎麼切得下去 我突然覺得我好殘忍 我都沒有同領心 就是沒有去體會身為一個媽媽的那個感覺 可是我知道啊 然後我就先在那個兩難裡面 但是後來我就跟媽媽講 我本來是跟媽媽講說 我們去跟他講祝福他 讓他順順利利的走 媽媽說他不要他講不下去 後來在這樣子一個過程 然後我突然一個轉眼過去 我就講 我就說那不然我們不要跟他講 就是讓他走 我們跟他講說 就是媽媽怎麼愛你 這樣的話 因為心頭也快肉了 但是我們去跟他講說 媽媽好愛你 他就說好 然後就馬上站起來 然後組得他的拐杖抖抖抖 就跑進病房了 然後跑進病房的時候 他就叫他阿芬 他就會說阿芬 我本來想說 他就想說媽媽很愛你 結果沒有 他就講說阿芬你走吧 所以那個當下 我就看到那個我們講的 常常在講四道人生 道別道愛道歉道謝對不對 那個其實不管怎麼道 道來道後來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一個祝福 都是一個對於分離的一個準備 所以當他在講說 就是我跟他講說 去講媽媽愛你的時候 因為那個愛 讓他有個力量 去跟他女兒說 你走吧 媽媽可以照顧自己這樣子 所以後來真的有講有差 就是後來病人就 也不少是因為真的 也拖了一半時間還是怎麼樣 然後帶病人就這樣走掉了 那某些時候我們都會覺得說 如果病人能夠放心的走 其實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那小玲也是一樣 小玲她很年輕好年輕 那我所謂好年輕不是二十幾歲啊 那三十幾歲 然後她聽說她有個未婚 在她生病之後就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小玲最後就是 她之前都沒有跟我們提到這一塊 那也是在她迷流的時候 然後也有感覺到 布理師也是感覺到小玲怎麼 好像有事情這樣子 布理師都有一種感經驗 然後就覺得說 這跟一般正常的 所以就問了媽媽 然後媽媽就想他說 因為她之前可能 她可能是掛心 她有個未婚 然後她生病之後 也就沒有聯絡 就是分手了這樣子 那不曉得是不是這件事 但是媽媽就說 啊不然這裡有電話 麻煩你踩一個電話 敢問一下 之後對我們來講 我們通常不太做幫忙 欸對對對對對 可是老媽媽這樣子拜託妳 妳好像覺得這個時候不幫 說不過去對不對 可是已經分手的未婚夫 中間隔了兩三年沒有聯絡了 這時候要打那個電話 蠻難的對不對 好但是我還是打了 那我打了那個電話的時候 我覺得我抱持一個心情 就是說我不想要造成對方的困擾 所以我打去我還是告訴她 我就說欸 我就說請問是小林的朋友嗎 那我這裡是 我在三邊走 欸我這裡是三邊走醫院 然後我就說 嗯小林 我就說小林生病這個部分 妳是不是知道 她就說她知道 然後我就說 那妳會想要來看看她嗎 對 就是我也沒有跟她講她現在怎麼了 但是我覺得通常有概念的 我這樣講她應該 應該都知道了 然後我就說 那妳會不會想要來看看她這樣子 她就 她的話也不說 她就說好 我就跟她 我就 然後因為她說好了 所以我就可以再多說一點 我就說 那可能要把握一點時間 這樣她就知道了吧 對對對 好所以她就說好 那她下午的時候 就是 就會到這樣 兩點 好 兩點鐘的時候 大家就等待在那裡 兩點一到的時候 哇 這個男主角出現了 然後 但是男主角一來的時候 男主角對這一些都 沒有概念 她可能也沒有準備 所以她一進來的時候 她看到小玲 就是已經是 迷流的那個狀況 她跟小玲講說 小玲加油 妳一定要好起來 哇 那個當場 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的臉 齁 然後我就看一看狀況不對 趕快把她 前慰問佛 就是 把她架出來 架出來 這個也很重要對不對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 嗯 那個某某先生 我就說 我覺得 我相信你跟 你今天會來這裡 表示 你跟小玲 你們 這個 就是 認識的這個過程當中 對你來講 一定有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 回憶 我不知道我要講很好 還是很不好 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是怎麼樣 協議分手 還是就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 一定是因為 有某種重要的回憶 深刻的回憶 所以讓她今天 會出現在這裡 所以我看她想說 其實小玲她現在的身體 大概沒辦法 好起來了 對 那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讓她知道 就是 你們 就是有過一段 很重要的回憶 我還是一樣 記得 講中性的語句 然後第二次 男主角又再一次進去 這一次進去 這一次進去 都不一樣了 她這一次進去 她就沒有說 小玲家用你要好起來 她這一次進去 她就走到小玲的床邊 然後她就蹲下來 蹲下來 我沒有教她 但是她自己就蹲下來 然後她就靠在小玲的耳朵旁邊 手摸著 然後就講悄悄話 我們都聽不到 有沒有看那個畫面有沒有很美 這個叫做體貼對不對 叫做貼近 好 所以她就講完話之後 我就覺得 小玲她已經在迷流了 可是她竟然 動了一下 然後大家都看到了那個轉變 然後大家就覺得 也有可能是那個 潰嘆式呼吸 那個時候剛好 有痠的這樣 但總而言之 就是至少那一幕 讓人家感覺是感動的 然後男主角講完之後 她也都沒有多說什麼 她就跟她媽媽 就是點個頭 然後她就離開了這樣子 然後離開之後 我之後我就看一下 家屬第二次的時候 那個整個心情也就 就是有平穩這樣 後來小玲也就真的 就是沒多久 就很順利的 我就離開了這樣子 那在她們把大局 就是移出來的時候 她媽媽看到我 她媽媽很高興 我說很高興是真的 她媽媽握著手 跟我講說 蔡小姐謝謝妳 我們很高興 妳知道對我來講 那一句話很重的一個感受 是 把女兒走了 就像之前那個 那個老媽媽講的 那是心活一塊肉 可是當病人可以滿院的時候 當病人可以善終的時候 對小鼠來講 是一個不得付的接受 可是那個接受當中 她們當相當的釋懷了 所以她跟我講說 我們很高興 我就想說 其實在陪伴的過程當中 她的時間變得好慢 我說很慢是她每一個步 每一段的時間 她其實都走得怎樣 好深刻喔 可以體會我講的嗎 所以在那個 每一刻的那個時間裡面 我想很多人之所以覺得默契照顧 覺得臨終關懷 會讓人特別的去把握 是因為那個時間點已經不是 像我們一般人講的 就是一個早上這樣過去 而是在這樣子一個時間裡面 其實妳走路的 不單單只是她的那一段時間 妳走路的是她很深 很深的一個生命裡面 而且那個生命的作用還同時 不只是在病人身上 還有在她旁邊的親朋好友身上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喔 捨不得放不下 好難 我們常常在講說斷捨 對不對 雖然我自己本身並不是佛教 叫全神的佛教族 那我也沒有特別的一個重要 我正在尋覓我自己的靈性方向 但是我大概也知道說 看了這麼多 在這末期的那個階段到 常常要講說要捨得 要捨得要放下 然後師父也常常都說 她這個就是捨不得放不下 然後看不開什麼什麼的 我都知道 知道 但是在那個走的那個 過程當中還真的發現 這個的難 那個尤其就是 心情的難 然後過去眷戀的難 太難了 有時候會覺得說 她如果已經在迷流了 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我 怎麼還有那一份心喔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 有關於在病人的那個 我不知道在那個過程當中 她的心 那個時候是懸在哪邊 對 了解我講的嗎 我不知道她的心是懸在哪裡 但是一定有一個 明明當中讓她 練習著的事情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一個方式 讓某一個聲音 或某一種感覺 也許只是一個安撲 然後去平靜 然後去讓她能夠安視的 在她自己的那個狀況裡面 好 所以 還會有希望 交代未療的心願 然後病人會有心願的 很多人都會說 那個平常人家 老實說我覺得像 平常什麼 犯規理或者什麼 那些表面上其實是一個 比較事物性的 那背後裡面真正的一個 含義才是 才是重要的 所以像我曾經 帶一個那個 阿公去搭 那時候高鐵才剛開始 就是營運 九八年 九七九八年的時候 其實高鐵才很新耶 不要理不為她很老 雖然她狀況常常有 可是她 她其實還很新喔 對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記得一個阿公她的肺癌 然後 肺癌通常發現 就是很後期的 那一發現的時候 很嚴重這樣子 那那個阿公她在 就是住院的時候 她是 剛才你們都不知道 自己生什麼病 她一直覺得只是感冒 怎麼都不會好 然後後來等到知道說 她是肺癌末期的時候 那她就講了一句話 她就說 誰知道我們就要來坐高鐵 我是要講對嗎 對 然後我就想 她就說 因為她是計程車司機 然後她每天 她都在客人去台北車站搭高鐵 然後客人都會說 高鐵怎樣 舒適 坐起來很舒服 然後服務很好 有沒有 然後她說 她一輩子都在服務別人 她好想也被服務過一次 如果你是醫療工作同仁 當你聽到阿伯講出這樣一段話 你會不會覺得 應該要幫她完成人家心願 會齁 對 所以我就 我就提出來 我就說 那阿伯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帶你去搭高鐵 她就說 她當然說好啊 她說好 但是齁 那個年代剛好有那個 消費券 還記得嗎 對啊 就98年的時候 對 就98年的時候 1月18號 哈哈 阿伯還說 我家裡頭有排學家 真的 用消費券 所以我可能從國內 國內的國內老生 是啊 所以我9次的1月18號 熱點的日子 對 19 對 好所以她還要求我們 一定要用消費券這樣子 因為她好多 就開健身 她好多消費券 我們那個重點是 因為她呼吸船 不是要帶氧氣瓶什麼的嗎 那我就打電話去問高鐵啊 高鐵不是服務很好 我就問她說 我們病人要帶氧氣瓶上去 她說不行 怕爆炸 速度 對不對 她說怕有危險 所以不能夠帶氧氣瓶 但是如果你們是製氧機 可以 製氧機 但是我就說 好啊 她就是製氧機 她說那個製氧機要插電 所以你們只能做商務艙 你知道 商務艙是Double價對不對 阿伯都已經跟我講說 只能用消費券 表示她很什麼 很節儉了 對 然後還叫她搭高鐵 她都捨不得搭了對不對 然後還叫她要搭小木艙 當然絕對不可能 可是因為我們會很涼 如果家裡經濟真的有困難 我當然是可以幫忙 如果家裡經濟其實還OK的話 我們都會希望這個部分 就是家屬的負擔這樣 這是社會資源的公平正義的原則 然後我就在跟後來掛掉之後 我有點難過 我想不知道怎麼可以開口 那後來我們的護理師 果然腦筋不動的蠻快的 她就說 那你就問高鐵可不可以用延長線 就我們做 我們作為還是做一般的吧 但是我們商務艙 我們有一些 我就想說 這麼的事情 到底可不可以 但是我還是打電話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在醫院 在病房是社工師 社工師真的是 就是很多挑戰都要去嘗試 所以我就再撥一次電話 我就說 嗯 我們有困難 沒有辦法搭到商務艙 但是可不可以跟商務艙 拉延長線這樣子 沒想到那個小姐 竟然說可以耶 我馬上把阿伯的話送給她 我說高鐵的服務真的很好 對 好 所以我們就很順利的搭 她就是讓阿伯搭這個高鐵 她也好快樂 她帶全家 她帶全家出遊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文藝 所以對阿伯來講 她算她年輕的時候 她用了她那個計程車 養活了一家子 但是她因為那是工作 所以她從來沒有帶家人出遊過 對不對 她好想要讓人家看到 我有能力帶家人出遊 而且是享受高體質的那個服務 那個心願完成的故事 背後的那個意義性的東西 才是很珍貴的 那我們不是常常看到 病房會有什麼去辦婚禮 什麼什麼的嗎 然後就想 這個也是婚禮 那個也是婚禮 現在結婚 今天結一天就一大堆啊 對不對 可是不一樣 我們病房也辦過 那我們辦的時候 是突然之間 主治醫師 在門診的時候 打電話說 對方 摩摩牆的先生說 她要結婚 我就說她 她要結婚 我說對象是誰 她說對象是她前妻 我就說 蛤 對象是前妻 而且因為她狀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她說 她說可不可以儘快 儘快 所以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內 沒有 我們帶了她太太去 就是從婚紗開始 然後幫她 那麼那個 我告訴妳 本人 本人啊 那個時候還真的是亂說一通 就是 我們的護理站 就大家把想像當中 就是婚禮儀式應該要有的 然後也請同仁自己寫那個對聯 什麼的 不知道有對還是沒對 反正就認中的還蠻像一個樣子 這樣子 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有一個人就問了那個新娘子 一句話 她說 她說 妳兩次都嫁給同一個人 這兩次的婚禮 對妳有什麼不一樣的意義嗎 然後這個太太她回答 她說 我年輕的時候 我就想要一個什麼 什麼體貼啦 老實什麼什麼 結果沒有想到我嫁給她之後 她吃喝嫖毒 樣樣都來 然後動不動就喜歡 發脾氣打人這樣子 所以因為這樣子 她切心嘛 所以她就跟她離婚 可是等到她生病之後 因為沒有人照顧她 就回來照顧她 那一開始的時候 她的脾氣還是不改 所以妳知道嗎 她也是 不好意思她也是偷情 我沒有毀滅頭 頭頸癌的病人 但是頭頸癌病人 她因為可能生活習慣的關係 然後她就 她 反正 她脾氣不好 嘴巴講不出話來 然後她就用點滴的那個繩子 妳知道嗎 就用點滴那個繩子 曉得她 抽她了 這樣子 後來沒有力氣了 然後又罵不出來 她就用口水 但是她老婆 叫做不離不棄啊 就是 還是繼續照顧她 有沒有很偉大 有很偉大 對 我看到兩個很偉大的人 一個是她老婆 一個是我們牧師 我們病房有宗教師 那那個時候有牧師 然後牧師就每天來讀聖經 然後牧師很有耐心 然後她跟每一部禮牧師 可是突然之間有一天她 她突然之間有一點禮物了 我不知道她那個禮物怎麼來的 但是我相信 我一直相信病人的世界 有很豐富的東西 她只是不告訴我們 或她沒有辦法告訴我們 可以 她有一天禮物了之後 那天她太太剛好 就是不曉得去買一個什麼東西 來的時候 手這邊就貼了一個salon pass 然後她就寫紙條 問她手怎麼了 對 然後她老婆好像意思就是說 反正就是要買一些菜啊 什麼的 然後體態重扭到這樣子 然後她就叫她的看護 她老婆不在的時候 她沒有請看護 她就叫她寫的 她就叫她看護到樓下藥局 去買一塊salon pass 就因為那塊salon pass 讓她老婆貼上去 她老婆就一輩子 這個老公從來不曾關心過她 一塊salon pass的意義有沒有很大 可是 為什麼她笑成這樣呢 但是我是說真的 我是沒有辦法體會一塊salon pass 不好意思 可是我相信當她老婆貼到 腿上我八十的時候 那個前程往事的恩恩怨怨怎樣 都過了 對 她眼前看到的已經轉變了 然後我自己在聽到她老婆 就是講這一段話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很年輕喔 就是我看了的時候我就想說 那時候我們女生要的都是什麼高富帥對不對 眼前這個病人肢體已經軟縮了對不對 這邊還用一個氣切口 不時還會噴那個對不對 然後整個放療之後 整個這邊的眼頰的皮膚東西 喔媽媽還會脫皮脫屑 有時候你覺得連看都會覺得 就是 就是不是很 不是很美觀這樣子 可是她竟然說 現在的她就是我一直要嫁的 顛覆了所有的那個 所以那個當下我見證了什麼 我是一個見證者 我看到了就是 就是那個坊間講的那個什麼高富帥 那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上八十六 開玩笑 重要的是那個心 重要的是彼此今天有沒有看得到 對方的心 所以幫他們做婚禮的那個過程 我們其實是去消弭他們 中間曾經有的那個裂縫 在婚禮的那個過程 每一個參與者 都是一個重新的見證 見證一個人 從以前適合嫖毒 到現在很謙卑的 去面對他的生命 然後很謙卑的 然後很和善的 去面對他周圍的每一個家人 然後在這個過程 然後很珍惜 當然我們就找一個墓虛來這樣 那那個病人 他到最後要走的時候 我就說所以 人要撕掉那個面皮 其實他那個 以前適合嫖毒 那個快狠準的那個 霸氣的那個東西 那個要不要撕掉 他要撕掉 然後重新回歸到他自己 本性的那個部分 去臣服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後來 他後來是就是 出血 不是大量噴血 但是他其實就是 就是腫瘤破掉 然後整個血這樣子 止不住這樣子 然後他也知道 他人是清楚的 然後當他知道在流血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怎麼去 那時候我不在 然後是我們護理師 然後護理師有跟他想說 他的傷口在流血 然後就是 止血有點困難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旁邊寫下來 他說 他就說 我很平安 哇 好美的一個過程 對不對 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病人的那個 就是 接近靈性的那個部分 生活呢 他那個整個心態 那個不是 那個有時候是 差他之間的一個轉換 好 所以 道別的部分 這個不是我講的